朕最厌恶的就是你这样心心做态的女人 上回我们说到英诺因为杀害了玉太妃 皇后为了保护她将其送到了新肘库 不过傅恒却十分心疼英诺如此 所以当即表示要让她嫁给自己 和自己回家过好日子 然而英诺也知道傅恒的志向 所以不愿意拖累她 甚至还表演了一波现身 这让傅恒很是震惊 一气之下故意抱住英诺让她害怕 这一幕却被袁春浪看见 不是吧你们要注意点了 那么袁春浪又会如何想呢 大家好 这里是小心爱看剧 但就在最后的关头 傅恒还是挺手 他言明英诺就是太了解自己的个性 随后亲自帮英诺穿上衣服 你们这样还真的是一时激情过时尴尬呀 傅恒这么做 其实就是要让英诺记住亏欠自己的东西 等到将来嫁给自己再偿还 英诺内心却很复杂 他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这一天 魏姐不要悲观好了 你把能给去掉 只是觉得看着傅恒这样 他也无比的欣慰 远处的袁春浪却觉得无趣 直接就离开这里 你是不是还想看见点什么不该看了 皇帝听说英诺去新者库没有求饶 反而觉得少了他很无聊 于是让下手去给英诺家伙 就是想看看英诺求自己的样子 你这人是不是变态 干啥一定要看人家求你 但英诺却利用自己的头脑 把这些活整理得十分漂亮 就连管事公共都对其另眼相看 奈何皇帝故意刁难英诺 于是乎他只好让其去挑水 皇上你是不是闲着呀 就是喜欢英诺呀 春浪因为长得俊秀 被张管事给看上 他也知道对方的心思 所以不跟大家一起吃饭 不是吧 好惨啊 被太监给看上了 他只好每天半夜吃剩饭 还把自己看得严严实实 张管事得知春望吃了英诺带的饭 就故意在饭里下毒 原春望不知情就这样吃下去 当即就要昏迷过去 不是吧 大哥你还真是招男人 就在张主管要侵犯他的时候 被英诺一棒打晕过去 还好关键时刻有英诺出现 英诺本来想带着原春望离开 但春望知道对方醒来以后 一定不会放过二人 于是乎他决定解决张管事 你们两个好像智商都很在线了 于是英诺通了张管事的令牌 将其塞进了粪桶 哇塞 你们是真的够狠心了 只要张管事出宫 就没办法再来报复二人 不过经过这件事以后 春望和英诺成了好朋友 英诺知道春望每日这样很辛苦 于是他安慰春望 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吃饭 你这样安慰人家 小心人家喜欢上你啊 春望顿时感激不尽 还躺在英诺的身上 还好复衡不在 不然你就要惨 英诺却很纳闷 为何春望这么标致 不找个宫女来往 于是虎春望坦言 没有人看得起静君 不过都是贪图他的向往 你倒是很了解自己啊 随后春望又提起复衡 让英诺不要痴心妄想 毕竟复衡就是阳光 两人现在根本就是身处黑暗 人家复衡喜欢英诺 你被打击行吗 英诺明白 是春望看见自己与复衡 于是气恼的就要去打他 哎呀尴尬了吧 这日英诺在花园除草 而皇后正好路过 两人就这样匆匆一见 却只能装作陌路 好心疼你俩 其实你俩心里都担心着对方 春望来看望英诺 还为其带来止痛药 随即春望又提出二人 可以互相取暖 但英诺心里有负衡 便就果断拒绝 我就知道你这样 会让别人喜欢你的 于是春望就提出 要与英诺结盟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起码别耽误 我科斯蒂春望和英诺爬上屋顶 他表明自己相信将来自己 一定会有一席之地 是不是大晚上就开始做梦了 接着又让英诺认自己当格格 英诺也一口答应下来 两人就这样 坐在上面畅谈未来 英诺果然是人脉通了 到那里都有可以玩的人 此时高贵妃在花园偶遇贤妃 当即就开始嘲笑他巴结皇后 而贤妃则故意暗示高贵妃 只要皇后生下皇子 到时候后宫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贤妃呀 你本来好好的一个人 就这样黑话了 这点倒是提醒了高贵妃 他又将那兰教来商议 你看吧 就这样掉进陷阱里面 你是真的傻呀 画面一转 皇上正在拟处置奏折不见的事情 傅恒却当即查出了一些 这令皇帝对其更加满意 那你倒是把英诺嫁给他呀 一天天的 而高冰也十分上道 这让皇帝对其也很是满意 更重要的是 只要有高冰在 那么高贵妃的地位就不可撼动 你这是自带班了 太后举办宴会 但皇后是想要安心养胎 所以建议太后 让纯妃和贤妃合力掌管后宫 你这是主动让权出去了吗 某贤可是想要害你呀 之后高贵妃与内兰 想要在宴会上对皇后下手 就故意准备了能够活血的露血 而皇后闻不得这个味道 就让宫女将其拿走 然而宫女却故意洒了一地 你这是脑袋没带出来吗 太毒了吧 宴会上发生异常 贤妃先行提醒大家 其实高贵妃和内兰准备露血 并不是为了让皇后流产 而是想要吸引蝙蝠 趁乱对其下手 我真的很好奇 你们什么时候下线 我简直看不下去了 现场果然一片混乱 贤妃故意帮助太后表率自己的忠心 你还真的是会帮忙啊 而高贵妃就在这个时候 故意将皇后推了下去 然后再弄伤自己 妈你真的很毒啊 就是阴落不在 否则你必下线了 皇后摔下楼后 孩子自然没有保住 皇帝得知这个噩耗 整个人都十分痛苦 还不是你一天到晚 就懂得留着坏人 现在好了吧 太后也是十分担心皇后 傅恒得知姐姐出事以后 当即就去找茗玉了解情况 茗玉也立马去找阴落 都是高贵妃 真的太坏了 贤妃却很淡定 而纯妃因为蝙蝠出现 表现得十分慌乱 引得太后有些不满 贤妃黑坏以后 简直就是飞快升级在后宫 太后线下似乎有意 将主管全都交给贤妃 这下真的让贤妃得逞了 英诺得知此事后 气恼不已 仔细问下来才明白 那时候旁边只有高贵妃 高某 你得罪了魏姐 就离下线不远了知道了 之后茗玉带着英诺去看望皇后 但英诺走到长春宫前 就说起皇后驱赶自己的事情 十分不满 最终不愿进去 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 还好我机智 这不是很明显就是故意的吗 茗玉几人见此很是失望 然而英诺还是继续如此 不是吧 难道你来认真的吗魏姐 傅恒见英诺在门口徘徊 便主动找英诺说话 但英诺却举起自己的手 表明这都是皇后造成的 真的就是误会啊魏姐 这下尴尬了 傅恒见英诺如此无情 却又无力电驳 只好看着他离开 这一天元春望 听说英诺在长春宫门口发脾气 便主动询问他那些事情 但英诺还是沉默不语 你这是要故意装作高冷啊魏姐 另一天夜天室告诉皇帝 皇后现在能不能醒来 都是未知数 皇帝听后顿时忧心不已 皇后真的太惨了 那么好的一个人了 傅恒见姐姐如此更是担心 此时纯飞却上前安慰傅恒 不是吧 不要告诉我纯飞喜欢的是傅恒 傅恒还是觉得此事有诈 因为宫中即便有蝙蝠 但数量却并不多 而且更不可能一起出现攻击人 看来英诺不在 傅恒还是能自己谈逻辑的 所以对此事更加怀疑 接着海澜茶向其说起当晚的情况 表明都是宫里四处洒露血造成的 然而那时那位宫女已经摔下墙死了 傅恒听后明白皇后一定受人伤害 你这个最强大脑 还是差英诺那么一点 不知道是谁 这一边锦绣得知英诺不去看望皇后 就出言讽刺其冷血 但英诺故意取消锦绣 此时有人安排宫女去楚秀宫送牛乳 锦绣直接就推给了英诺 怎么你自己不会去了 啥事都让我未解来 但这却正中英诺下怀 她就是要去看看高贵妃的真面目 却被对方一顿羞辱 还想要费了英诺的手 但就在这时皇帝驾到 当她看见英诺手手上的红肿时 内心不禁有些心疼 你真的是喜欢我们英诺吧 皇帝知道是高贵妃为难英诺 因为不放心所以追了出去 此时天上又下起大雨 天哪 未解你这样我也很心疼啊 她只好躲在假山这边 皇帝见其十分心疼 表面上让英诺不要再在面前晃 实际还是给她留了一把伞 就在离开时 她回想起英诺那个可怜的样子 于是又折返去看望 却发现伞还在原地 我们未解是真的要强啊 英诺就这样晕倒在路边 恰好贤妃路过 于是找太医来为其救治 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不得不说 贤妃你现在救人我就觉得有诈 当英诺回去以后 袁春梦感到十分心疼 但这一幕都被锦绣看在眼里 你是不是嫉妒人家了 另一边太后正在和高贵妃谈话 此时贤妃前来说起护城河的事情 贤妃觉得护城河里的莲藕 没有人采摘很浪费 便提议开采出来 你现在倒是很会讨好太后了 高贵妃在一堂看得十分无语 却又找不到理由反驳贤妃 你把英诺害成那样 你好意思吗 我真的是服了 英诺如今被高贵妃羞辱 但她也明白 此事就是高贵妃所为 然而现在还在心者库的她 又能做些什么来为皇后报仇呢 至于在长春宫那么狠心 英诺到底又要干嘛 皇帝对妻突然变脸感到心疼 是否是因为她喜欢上了英诺 好了 这些内容我们就等到下回再来分说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